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第四节跟大家谈一些与生命科学有关的题目 这次又不是谈什么很伟大的生命起源的问题 看似很无聊,但透过这个很无聊的发现 找到一些有效的机制来帮我们解决现实上的病变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脱法有关的苦恼 我发觉有更多一个手段来解决 这里又问大家的问题 男也好,女也好,很多时候都会担心脱法的问题 我们现在当然有一些市面上的柱邦和弱邦去解决这些问题 你去开发这些疗疗程 其实都很需要了解到 本身的头发生长和枫慰的机制 当然这些机制如果我们能够用了更多不同的手段 我们就会有更多不同的疗法来帮我们去保持头发的生长 现在画面上看到 可能不知道大家身上有没有 很无聊地一问就是 身上我预认大家一定有粒粒 但会不会有些粒很欺人憎,上面有很多毛呢 小时候如果看漫画或者语冊片 有些人特意将它加粒粒在上面有条很长的毛 或者看漫画的看漫画 然后有多些小动作 会去卷一下粒粒上面的毛 那些动作 其实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 我们自己的观察会发现 在一个原本不会生很多体毛的地方 但是就是因为上面多了粒粒粒 就令到上面多了毛 很自然你就可以想了 究竟在这粒粒粒上面有什么独特的机制 令它可以生那么多毛出来呢 我们去掌握这些机制之后 是否会另外有些方法来帮助我们 去令到一些地方你想去生毛就生毛呢 当然我们最希望就是 我们不希望 需要把那个地方改成粒粒粒才生毛 那我们会不会有些更加 简洁的机制 了解了之后 就令到我们可以 磨发再生呢 在这里 讲这个的研究发言之前 其实都可以讲一些 相关的其他机制 比如说现在市面上 你说到用了什么 中药不中药 有些人说查巴拉地也好 多多一点刺激那个皮肤的深层内疾 使得那些毛生快一点 希望这样就令到 你生得快 于是乎就追得上脱的速度 于是乎你就可以多一点 这个是可以是局部地有效的 但始终你要担心的就是 如果那个皮肤去损失 这个毛发的速度 最后你怎样查酒 查巴拉地 查中药 你赶不上的话 那都是不够的 OK 有一些的中药 甚至乎是 已经形成了 有一些的效用 但这里我 又不是要讲中药 但现存 是可以由医生处方 临床试过 有效 令到头发可以 继续生的样子 我知道 特朗普也有吃的 那就是一种叫做 Finasteride 这种 它的机制是 那种形式就是 由那种荷尔蒙去介入 它就去抑制了某两种 男性的荷尔蒙 那两种的男性荷尔蒙 就会很容易令到你的毛发 那个生长周期很快就过了 原本生成年两年 才由生到整条 它就令到周期缩短了 于是乎你身体上 你越是多那个 男性荷尔蒙 就是随着年龄增长 多了那某几种的高丸酮 那些男性荷尔蒙之后 那你的头发的生命周期会短了 从而就最后令到你发现 你的头发越来越薄 然后就越没用 所以我们了解这件事之后 原来我们用药物 抑制了对应的那种高丸酮 就不是抑制了所有 总之抑制了会是 对那个头发毛囊 有一个不好影响的那种高丸酮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保持那个头发的 成长周期就会是 正常回来 就久一点了 这一个就是我们认识到 由那个内分泌层次 去维持 那个无法增长 令到你头发就更厚 那这次这一个又不同的东西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但我也觉得是挺有趣的 当初就是这帮来自这个 美国加州大学 ERVINE分校的那些研究人员 他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那些墨会生那么多墨 就算那粒墨 在本身应该有墨的位置 或者它也是在有很少少墨的位置 但是为什么那粒墨上面的墨是特别陌生 特别恶特 特别恶搞 那是不是一种病来的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 墨不是一种病 一粒墨上面有什么呢 它就有一堆 已经是 不再活药的黑素细胞 堆在这里 那它就不再分裂了 就停在这里 就走一堆 所以你的粒墨就 在这里 但是如果你的粒墨是会变 是会走位 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讯号 大家都可能听过一些 属于都是皮肤癌层次的 黑色素瘤的东西 为什么黑色素瘤 会比起其他癌症更加 危险呢 就是因为 这些这样的黑素细胞 它本身有一个 潜藏了的游走能力 在正常情况之下 它可能自己走满 不动就不动 稳定地安分手脊 在这里落河 生粒出来 安居落盐 当然有其他的黑素细胞 它在我们皮肤底下 稳定地正常运作 晒黑了就黑给你看 是吧 但是如果这些黑素细胞 它那种游走机能 被激发去到周围 落户周围生 那就是一种 癌症 就很惡搞的一种癌症 整个故事就是 由这个黑素细胞开始 研究人员就留意到 会不会是因为 这些这样的黑素细胞 它是跟那个 巫狼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相互作用 从而就令到巫狼 生了 特别是生了多毛 最后的结果 我们看到是 但是整个抽丝膜碱过程 我觉得一点都不简单 因为你如果留意 整个皮肤里 你读生物学 我自己为什么不读生物学 你看下一幅图 你大约了解我的心情 所以我很佩服一些读生物 做医生的人 他们可以对着一幅图 上面的类型多到类型更多 图本身的那些 我就很佩服他们能够记得 去读到这些东西 搞清楚他们的相互关系 因为整个这样的器官 甚至皮肤 我当它是一种 一个器官 它的结构是可以很复杂 究竟在这里 那么多指引指 它是哪样 是令到有一个生毛的结果 走出来 这就是负责去研究 皮肤这些人员 他们要逐个关系 去建立很多实验 来慢慢试 而他们最后找到的结果 也不是非常直接的 其实他们就是说 答案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们留意到 这些在类型上 已经静止了的 这些叫 MENANOSYT 这些这样的黑素细胞 它就不是直接停 在这里不动的 它原来还有一个 跟外面其他周围的 细胞沟通的能力 它沟通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它会释放一些 独特的物质 其实我们 很有趣的 在这个生命世界 就算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如果我们的器官里面 一个细胞和灵胞的细胞沟通 其中一个 主流的方法就是 一起分泌一些东西 让大家一起感受到 于是乎大家就懂得去反应 如果是一些 病变产生到有害物质 产生到有害物质 会不会引发到其他一个 机制去补救 去修补 细胞组织 这是此其一 另外 发炎的时候 有细菌入侵的时候 又有另外一种讯号产生 令到它们懂得去作反应 其实就好像 你说过分耳人化 即是怎样都好 就是当每一个这样的健康细胞 受到一定的外面外在因素干扰的时候 它就会用一个释放化学物质的方式 来去告知周围的环境 有件这样的事 当周围的环境的物质 那种这样的特别传信的物质的浓动 去过了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大家就有一个整体的反应走出来 所以我们说 比如发炎 这些反应是其中一种 就是一些类似可以这样解释的东西 另外有些是高层次的 它不一定是透过 分泌一些化学物质 来跟隔离 同一个器官组织隔离的细胞去做沟通 其实有些比如说神经细胞 它甚至乎是需要用到 电磁信号来做沟通 它的过程可能都是 分泌一些化学物质 但是那些分泌化学物质是一些带电的物质 于是乎有一个电的信号 就即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电场 大家就可以更加快有效地沟通 究竟在哪一个器官里面 具体是用多少化学 就是用化学成分慢慢滲透 来去告知 就是大家周围的环境改变 还是有哪些细胞会用到 跟电磁学有关的机制来沟通 这个就很难去一概而论 在这里来说 如果在这个皮肤组织上有粒 有一些是已经静止了 不再有进一步分裂活动 但是然后它又乖乖地一堆坐在这里的 这些黑素细胞坐在这里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一个 一粒默 一粒痣 这些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遇了这些默和痣 它有了在这里形成了 不动 就正常的 它只不过是一堆已经是 静止了 不再有满药活动 已经分裂完成的 一堆很老化了的细胞 所以你会预计 年纪大多麦多致 就是这样的 甚至乎那些斑 也是一件这样的事 刚才我说的就是 这些黑素细胞停留在这里 继续会跟周围的其他细胞有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体会分泌一些不同的物质 而研究人员 我非常聪明 在这么多种不同的物质之中 例如周围的丝摩检找到一种 骨桥蛋白的东西 这种骨桥蛋白 具体上 如果它叫的名字 是跟骨桥有关 你见是跟骨质有关的东西 即是不奇怪 但是在皮肤里面 它有一些 这样的物质 是帮你 它是跟皮肤里面的结构有关 有亦都不奇怪 但是很有趣 我们原本 就是它产生这种 这样的 骨桥蛋白 就 没什么目的 但是它们是跟外界沟通的结果 但是这种骨桥蛋白 当它碰到这个无狼 附近的一些细胞的时候 那个细胞就有反应 它认识到的意思就是 不停地生木 就是不停地生长下去 就很有趣了 一个 就是由一个皮肤色素细胞 它透过产生一个似乎是 和骨质结构有份参与这些作用的 一种蛋白质 这种蛋白质它就成为一个信号传递者 它就会刺激到那个无狼 去不停地生木 和这样子生下去 这个就是 你可以说这个生命的奇妙 也就是 它一样东西的原因 和因和果 不是很简单一对一 很可能一样东西的产生 是产生了几个不同的连锁反应的结果 其实就算我们食药的负作用 又是一个这样的意思 我食粒药希望我止痛 但原来这药是另一个份量 我食的那粒药是纯粹想消炎 但是有人很不幸 过敏 有过激的反应 于是乎要入医院 在这个生命世界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去发生 也可以看一下 今次的这个结果 你可以吻含到什么 未来的疗法 这个就是研究人员 他们也很关心的一个体验 他们现在做这个实验 仍然是用老鼠来试 但也挺有信心 找到这件事之后 其实机制应该在皮肤上 也是这样去出现 所以可以预期 当在人去做临床 建立一些实验去做临床 测试 应该也会看到结果 现在就是希望 找到一个适合的方法 把这些骨桥蛋白 就像他们打个比喻 就像一些人去半年打一次 煲驼 就去 打到那些皮肤 令到皮肤里就有这些骨桥蛋白 留在这里 就帮我们去刺激那些毛狼 去 生头发 这个似乎就是 比起 要天天吃药 比起你特意直掉头发 比起你天天要去查 白兰尼 或者其他外用药 似乎可以是一个更方便的疗程 而且受到我的痛苦 会少一些 究竟什么时候我们等到 这个研究成果 变成为一个实质的疗程 我估计三年 差不多 因为现在你计算 由老鼠的临床 到人的临床 到人的临床 出一期二期三期的结果 其实这个 以前的疫苗 不是跟我们 瘟疫那次疫苗 就不同 特别快 但以前很多这些药物 疫苗的开发 三五七年 很正常 但我就会觉得 由一个这么有趣 问一个粒膜 为什么会生毛的问题 来帮我们抽屎膜 找到一种可以 治疗 这个 通发问题 的一个解决方法 这个就是 我觉得 这个科学生命 就是研究这些生命科学 最有意的 其中一个地方 我们这一节来到这里 我们之后继续有这个科学回忆 吧 感谢观看